没有灵的世界是带土难以接受的 而没有爱野的世界我认为同样也是灰烈所无法忍受的 回看灰烈的一生 他将身心都托付的男人要杀他 一人拉着长大的儿子要封印他 似乎他唯一做错的就是太过相信身边所爱之人 如果灰烈也会用走的话 估计全人界没人能跑过的 这期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大同域灰烈的一生 灰烈来自遥远星空古老的大同埋一族 这一族所有成员的目标都是在宇宙中寻找拥有生命力的星球去种植神树 接出查克拉果实将其吞掉实现自身的不断进化 到最后成为掌控宇宙的神 而灰烈那时便是大同域一世的搭档 两人一同带着石伟来到了地球 不过想要种出神树 唯一的方法是必须要让石伟吃掉一个大同域产生蜕变 灰烈不甘心成为祭品 所以便偷袭了一世 将一世拿去为了石伟 只是灰烈没有留意到的事 一世只被石伟吃掉了一半 最后使用少明皮古辣将身体缩小成功逃脱 靠着寄生在一个名为慈贤的和尚身上 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花费千年的时间修复残渠 终于在博人传成为了大boss 而灰烈当时虽然种植好了神树 可他并没有征服宇宙的野心 苦等神树开花结果的期间陷入了孤独与害怕之中 身处陌生的世界 灰烈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背叛早晚会招致家族的惩罚 或许在他的心中只是想平平淡淡地活着 也正是在灰烈极具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一个男人闯入了他的世界 一个地球土著部落组织国的首领天子 或许是见天子长得还不赖 所以灰烈便留在了他的身边 天子也算贴心 见他气质不凡不仅为他单独准备了房间 还安排了贴身侍女 灰烈如高冷的女神默然接受 只是充满忧虑的内心从未有一天平静过 他每天都要看一看远方的神树 时不时凝望星空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 在一个微凉的夜晚 天子暖心地为他披上了一件外衣 虽然不知道你在忧虑着什么 但当你感到寂寞抬头遥望天空的时候 我愿每次都陪在你身边 这话未经情场又饱受寂寞的灰烈 哪里扛得住 一下子就沦陷了 当天子询问他有什么愿望的时候 灰烈只是静静表示 我的愿望是这世间没有战争的和平 慢慢地灰烈与天子的感情越来越好 两人经常黏在一起 但所谓红颜祸水 灰烈的颜值哪是这世间繁俗女子可比 很快就引来了邻居比治国朱雀大臣的际云 天子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气势 或许未来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可惜最终他还是选择牺牲灰烈来换取和平 在灰烈轻易抹杀想要轻薄自己的比治国士兵时 天子为了给比治国交代甚至还主动派出追兵 最终拼死保护灰烈的只有他身边一直照顾他的侍女艾姨 此时的灰烈已经有了身孕 难以动用力量阻止射来的漫天剑影 在艾姨被无情射杀的那一刻 他终于对天子失望透露 原本他已经想着要为他生儿育女 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 却没想到输得这么彻底 灰烈没有任何犹豫提前吃掉神术果实 开启一世界之门召唤月球 直接发动了无限阅读 所有人都在万丈光芒的照耀之下陷入了阅读世界之中 包括那个他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接下来的世界将由他一人来统治 因为来自族人的威胁一直存在 灰烈便萌生了利用神术制造白绝兵器的想法 为了能源源不断制造出白绝 灰烈放出了部分无限阅读之中的人 让他们不断繁衍后代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便挑选一批人去供奉神术 在灰烈绝对的武力镇压下 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战争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在运转 期间灰烈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哥哥取名为羽翼 弟弟取名为羽村 他让两人跟着身边的人类一起无忧无虑地长大 不过这一切随着一只蛤蟆的出现发生了变化 蛤蟆丸告诉兄弟二人神术一直在吸收着这片大地的力量 早晚有一天大地会因此而枯萎 这和灰烈告诉兄弟二人的事实完全相反 原本心中就有疑惑的二人在南平静下来 质问母亲灰烈那些被选中去供奉神术的人最终都怎么样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回来过 两人想让灰烈终止这样的行为 但得到的却是强硬的辉决 灰烈只表示在那些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停止 此时的灰烈不打算相信 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关于星空中的一切 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一样 他要独自一人解决掉威胁 然而在灰烈又一次外出去平定反叛的时候 兄弟二人最终还是违反规定去了神术那里 两人终于了解到了一切真相 所有人都被神术裹成了木乃伊 羽衣还发现自己的小女友已经被神术吸干了生命中 这让他很是愤怒 决定要阻止母亲停止这一切 甚至还找蛤蟆玩学了仙人模式 这让灰烈也很愤怒 以前丈夫背叛他 现在就连儿子也要如此 羽衣还天真的告诉他要相信爱的力量 而他清楚地知道将来要面对的大统木族人会有挪苦 那些人不会跟他们讲爱 只有绝对的力量和毁灭 再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无法理解自己事 灰烈便决定收回他们身上的力量 只是他没想到的事 就在他外出的这短短几天 羽衣的实力就提升到了能忽逆他的地步 并且还用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复活 服杀死自己的弟弟又复活 卡巴克卡出了轮回眼 这种状况下灰烈只能动用失误 然而依然还是无法压制女孙和羽衣的联手 这场家庭混乱打的天崩地裂 整整持续了数个月 最后灰烈一个不小心被两个儿子使用六道地暴天心给封印了 他很不甘心 在意识即将沉眠的最后关头 将黑爵喷了出去 他创造黑爵的唯一目的就是复活自己 然而想要解除地暴天心 需要结合神术和轮回眼的力量 这对于没有一点力量的黑爵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 尤其是之后羽衣还将神术的力量给肢解成了九大尾兽 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黑爵复活灰烈的计划更加无望 但好在黑爵拥有和灰烈一样无尽的寿命 花费近千年时间 慢慢一步步促成樱陀罗与阿修罗之间的反目成仇 发展到世世代代的家族之争 他悄悄更改与制波异族的石碑 古惑搬开了轮回眼 促进小组织收集尾兽 利用谎言一步步将复活灰烈的条件全部集齐 最后掏了斑的新窝子终于达成了目的 虽然沉睡了近千年 但一复活灰烈就感觉到了曾经封印自己的阴阳之力 他下意识就将裹在头发中的名人左柱甩飞 随后他拖着长了千年的白发缓缓靠近二人 他在两人身上感受到了孙子阿修罗和英婆罗的查克拉 只是却没有亲人重逢的喜悦 灰烈冷漠地告诉所有人 他要终止这场战争 如果灰烈这次提出和解的话 说不定还真能到此为止 忍戒和平未来一起对付其他大队 但曾经一再遭受背叛的经历 让灰烈不再对任何人再抱有期望 他要收回所有力量 为了让自己的这片苗床不再遭受破坏 只是一瞬间灰烈便将战场转移到了容颜世界之中 他动用兔毛针和八世神攻击轻松破除了阻住的虚准凝固 打飞鸣人阻住 随即开启空间之门 神不知鬼不觉便将两人定住 抚摸着二人的脸庞 使灰烈突然流下了泪水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丈夫儿子都背叛他 被封印千年复活还要继续和子孙后代战斗 正像黑爵说的 他真是一位可怜的母亲 黑爵给名人佐助讲了灰烈的故事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促成这一切 名人却越听越愤怒 不仅正脱了控制还帮佐助也扯断了灰烈的灰烈 孩子离家独立难道作为妈妈不应该高兴吗 黑爵只能感叹 叛逆气真长啊 但灰烈并不担忧 他是查克拉之族 有的是时间去收拾这些不孝子孙 看着名人佐助光明正大在自己面前商量战术 灰烈凝神以待 这一次他不会再像千年之前那般大人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全力瞪大的白眼中竟然是一个个帅气的花蜜 对于被封印千年的灰烈来说 这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他根本没料到两人竟然大逆不道道色有老祖宗 就在灰烈脸红没回过神的一瞬间 名人突然冲出一拳将他打飞 灰烈如何都没想到人界发展了这么多年 还能给他整这么一拳 紧接着佐助发动天手令 灰烈一瞬间出现在了两人中间 眼看就要再次被封印 灰烈立即将战场转移到了寒冰世界 将名人佐助直接动走 他本想立即伸出黑手收回二人身上的查克拉 但佐助发动天照 直接动用家具土运轻而易却破除了寒冰的束缚 此时的灰烈终于明白 这场战斗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再大意下去说不定真的又要被封印 于是他听从黑爵的剑影 将两人分开对付 开启空间之门将佐助丢到了另一个空间之中去 随即操控寒冰对着名人发动的攻 但名人就如打不死的小枪 影分身如同小蜜蜂一样让他难以找到本体 算计还一层套一层 每次好不容易打中的都是分身 最后还差点遭受名人军团的围攻 灰烈只能先暂时躲到使球空间中 但名人大叫着让本体也跟过去 灰烈一落地就感知到了三道查克拉 随后有两人凭空消失 黑爵推断消失的一定是名人的分身 也就是说这次的名人一定是本体 然而当灰烈全力凝聚共杀灰虎干掉名人后 回到冰雪世界发现名人的分身依旧还在 他刚杀死的名人还是分身 而灰烈还不知道的是 刚才跟着进去又消失的其实是带土和小鹰 两人一落地就躲入了神威空间中 回到冰雪世界 黑爵担心佐助会通过阴阳之力感应到名人重新回来 建议灰烈先杀掉名人 比起被封印这点查克拉不值一体 只是要如何在这么多分身中找到名人的真身将其杀死 黑爵突然发现背后有囚盗玉的应该就是真身 因为囚盗玉是没法分身的 然而当灰烈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将以为的本体插爆时 发现自己还是被骗了 而此刻佐助已经被小鹰带捅带回了冰雪世界 灰烈这才明白了自己的失误 这时黑爵又建议 既然他们又凑在了一起 那就不能节省查克拉 灰烈表示明白 再次切换空间将所有人都转移到了超重力空间 在重力的作用下 名人的分身一瞬间落地全滅 总算是露出了本体 虽然重力影响的不只是对手 灰烈自己的行动也受限制 但他有共杀灰烈 第一击因为重力的影响打偏被明人阻住 不过他自信第二击绝对能打住 可惜出乎他意料的是半路杀出了卡卡西和戴敌 用身体为两人拦下着绝杀一击 也就是这会儿的功夫 佐助的同力已经恢复了 天守力直接杀到灰烈这里 灰烈只能再次切换空间 这一战灰烈越打越被动 在狗头军师黑爵被明人瞬移连着他的手臂一起打亂 灰烈的心就彻底乱了 吃了明人一连串丸子后 更是连体内的尾兽都难以压制 冰临脱衣 他也只能献出大白兔的本体攻击重力 而也就在这当跑 原本平平无奇的卡卡西 竟然开启完全体虚子杀了出来 双神威手里剑直接切断他能吞噬任何人的手臂 似乎所有的气韵都被对手无债 灰烈索性等着自己的膨胀 球道域一直膨胀到充满整个空间 然后吞噬掉所有人 这样就能赢了 然而卡卡西也看清了灰烈的打算 带着第七班主动出击 面对他的共杀灰谷直接虚化躲过 随即接上神威雷切斩断他的手臂 与此同时明人佐助也抓住机会扑了过来 灰烈只能单手抬起灰谷射向灰烈 然而这还是影分身 另一边的佐助其实是明人变的 这波套路灰烈的脑子已经来不及应对 黑爵见到这一幕只能控制地上的手臂 开启空间之门射出灰谷 结果却直接被卡卡西用神威给转移底塞 灰烈急得下意识往上窜 然而上面的小鹰已经在打他 只能说灰烈是真的慌了 白眼的视角是360度 他竟然没注意到小鹰 随着被名人佐助打上封印之力 灰烈在无力回天 只能满心不甘 作为查克拉之祖的我竟然又再一次被封印 这一次灰烈没能喷出任何液体 大概是还没到日子 而躺在地上的黑局名人也没放过 直接捡起一起扔进了地暴天心中 在这遥远的空间 灰烈再没法指望任何人来做出自己 这就是灰烈可怜可悲的一生 他只想平平淡淡度过一生 却被医师带着来地球要拿他为失误 运气好和医师角色互换 却不料又被丈夫背叛 最后直接不相信全世界从此走向了不归路 最终被自己拉扯长大的儿子封印 我觉得灰烈的失败就跟又一级班一样 想独自背负一切 不相信众人的力量 还妄图拿普通人制造的白绝来抵抗自己的主人 那你何人想要什么 我都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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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いのない平和 平和 我都想要什么